别羡慕赵丽颖和胡歌的助理了,吴宗宪的助理,如今居然成了一代巨星。 这真是不同明星的助理,命运各有不同。赵丽颖的助理像闺蜜,胡歌的助理像公主,大英的助理就已打工的,但这些都不算什么,台湾省着明主持人吴宗宪的助理,如今可是成了一代巨星。 再开说吴宗宪的助理之。 这真是不同明星的助理,命运各有不同。赵丽颖的助理像闺蜜,胡歌的助理像公主,大英的助理就已打工的,但这些都不算什么,台湾省着明主持人吴宗宪的助理,如今可是成了一代巨星。 在开说吴宗宪的助理之前,先看看娱乐圈各位明星大咖的助理们是什么样的。 首先说说赵丽颖的助理。 赵丽颖和助理赵丽颖是细美,人美,心也美,对助理也从来没架子,关系非常的融洽,犹如姐妹闺蜜一般。 可以说是娱乐圈很多明星的助理们都羡慕赐赵丽颖的助理了,找了这么一位好老板。 赵丽颖是农村出身,所以就没有那种娇气,其个性大大咧咧的,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会随意指示别人去做,很多时候都是亲力亲为。 再说说另一个好老板,郑爽。 郑爽与某些明星不同,郑爽经常跟助理对半分的拿行李,互相分担。 要是某些明星,早就自己两手空空,然后大摇大摆的在前面走着,后面跟着一个大包小包辛苦慢跑的助理。 在某些明星眼里,助理就是拿工资的员工,就该什么都干。 刘诗诗也是一个好老板。 刘诗诗和助理你看那些爱白铺的明星,哪个会跟刘诗诗一样跟助理搭着肩膀,如此的平易近人。 话说,刘诗诗对助理真是不错。 对助理好,助理自然也会晶晶夜夜。 胡歌的助理,简直就是被宠坏了。 胡歌和助理看见没,胡歌自己在推行李。 哎哟,这助理当得也太幸福了。 每天跟着男神在一起,给男神当助理,结果自己却清闲得很,还受到了公主般的照顾。 这是要羡慕刺多少胡歌的女粉丝啊。 这位助理可就不得了了。 宋哲和马荣自从这位助理疑惑,所有网民都想当明星助理了。 王宝强简直用人不当了,怎么会看上宋哲这小子来当助理了呢? 结果助理把自己的老婆给撬了。 这样的助理,太没职业道德了。 不同明星的助理,命运自然也就不同,有的被明星当中闺蜜好友,有的偏偏受气受累。 需要说的是,吴宗献的助理,那就更不了的。 最后居然成了一代巨星。 他是谁? 他就是周杰伦。 吴宗献和周杰伦1997年,吴宗献挖掘出了周杰伦,看出了周杰伦的前置,于是就招聘他来做助理。 最后,在做助理的过程中,周杰伦的表现越来越受到吴宗献的欣赏,于是就帮助周杰伦出唱片。 最后是,唱片一出,一炮而红。 如今红的是,比吴宗献还要红。 吴宗献,出生于台湾台南市西区,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。 因参与舞灯奖赛事而在演艺界展露头角,1987年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。 1990年代开始进军综艺节目至今,吴宗献评级独树一格且婚鞋斗曲的主持风格迅速窜红。